大家好,我們是NO.A年代力量 我們研究的動機主要分成三點 第一點是補雞蛋 最近時難道問題越來越嚴重 就連我們身旁的雞蛋也淪陷了 如2014年的抗生素 2017年4月的代奧心 2017年8月的分佈 第二點,成素主義者 我們取放了蔬菜中的膠粘物質來吃到大白 做成乳蛋的線網片 讓素食者也可以享受到吃甜食的樂趣 創新目的 了解膠粘蔬菜的營養價值 了解膠粘蔬菜的雞蛋白 只可不信 研發出健康無殘的線網片 探討大眾對於無殘線網片之喜愛程度 並且推廣 再來是我們的SWAS分析 分別有優勢、劣勢、機會跟威脅 那我們的優勢呢 可以改善毒雞蛋日益增加的問題 還有我們全素者也可以使用 還有我們的食材呢也是健康養成 再來是劣勢 因為當年的蔬菜很有季節性 有時候我們在食作的時候 會有一個問題 就會食材短缺 那例如秋葵 就在我們這個季節可能在市場就會擺不太大 所以我們就會有操作上面的問題 再來是大眾惠魚傳統性的瓦片 還有刻板印象 就會覺得市場上面的新的瓦片口味就那樣 就不會想要去接種新的口味 再來是機會 我們主要推廣給養生素食者的群組 就為我們的消費者 還有我們標榜天然食材不添加任何的強勁 還有我們的威脅 現在臨時種類繁多 所以我們的市場競爭相對性也很大 再來是我們的STP目標行銷分析 分別由市場區隔、目標對象還有市場定位 我們市場區隔由現年齡還有消費需求 作為我們三種區隔變數 再來目標對象 我們主要以18歲以上 還有女性族群還有素食主義者 作為我們的目標對象 再來是市場定位 我們主要以健康養生 還有創新產品 作為我們的市場定位 再來是成本及售價 我們的食材內容有 杏仁片、細砂糖、膠點蔬菜 還有底粉跟液體油 那我們膠點蔬菜呢 這是我們軍肉帶食產品中的六種蔬菜 更別有秋葵、山藥、蘆薈、羊菜、天母跟白木耳 那我們的成本計算呢 因為有六種口味 所以一包裡面有12元 我們市場成本呢 是37元 包裝成本是1.8元 所以我們的總計呢 就是38.8元 再來我們的銷售毛利率 比33%計算 然後毛利處理、毛利率 就是我們的售價 算出來的就是一包198元 接著是我們的研究方法 有三種 第一文獻分析法 收集含膠點蔬菜等的營養價值及特性相關資料 第二實作法 以膠點蔬菜取代蛋白 研發出五彈性能瓦片 第三問卷調查法 以素質者及一般民眾為研究對象 發放60個問卷 問卷調查分析部分 第一基本資料 第二對膠點蔬菜之喜愛程度 第三對五彈性能瓦片之喜愛程度 第四維持產品接受度之調查 接下來是我們的產品製作流程 左邊為產品配方表 右邊為產品製作流程 我們的無彈性能瓦片 與傳統性能瓦片的差別在於 我們的膠點蔬菜取代了蛋白 而原本的奶油取代了液體油 因此可以讓我們的配方 讓全素質使用 那麼呢 由我們的問卷調查表 從此圖表看來 可以看出大眾對於 無彈性能瓦片之喜愛的程度 那我們分別有口感 香氣 口味 以及整體 那大家從這個統計圖表看來呢 其實洋菜在整體以來是第一名 那麼我們在另外針對特別單純的 連性蔬菜再做一次喜愛調查 那我們發現呢 秋葵和洋菜其實是大眾比較不那麼喜歡的一些蔬菜 那麼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不喜歡黏黏的 那麼為什麼呢 改成無彈性能瓦片之後 洋菜居然成為了第一名 就是很酷炫的地方 那麼 另外就是我們在製作的過程中發現 使用秋葵製作無彈性能瓦片 它完全沒有秋葵的味道 那麼既然有什麼呢 有大家聯想不到的海苔味道 可以 那麼在由此圖表看來呢 這是產品接受度之調查 有90%的人認為我們高高的提高了綿液蔬菜的接受度 有95%的人願意為此推廣 有97%的人願意購買 所以大家我們要去賣了 有93%的人認為我們都期待原有性能瓦片 那麼各位知道這代表什麼嗎 代表我們此研究結果是非常成功的 總結上的TPT我們 我們研究了無彈性能瓦片 可以解決毒性能瓦片 也可以讓全數的使用喔 我們也證明了 交流食材也可以百分之百的取代蛋白 我們建議將此研究推廣到 通費食品當中 可以提高營養價值喔 並且大力的推薄 讓全數使者可以食用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